说说Tesla,他前几天公布了业绩 股价单日急升百分之八 但突破了1200美元之后就有回吐 昨天就有两则消息 第一个就是CEOElon Musk 就在自己的推特上有一个淫诗 讲了一个中国的诗 怎样解读呢?一会儿可以拯救一下Alex 另外,之前他的股价突破1000美元的时候 其实有个新闻或者有个消息传出 就说Tesla就和租车公司HIRS 就签订了一个合约去供应这个车给HIRS 但是昨天就说到Elon Musk就说 其实他就未和HIRS签订任何合约 不过就说这个交易 其实对Tesla本身公司的财务状况 就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其实想问一下Alex就是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解读一下 为什么他讲过主斗延期的事 另外就是如果业务上的 其实你怎样看Tesla的前景呢? 其实有很多投资者或者我身边的朋友 其实都想买的 升穿了1000美元之后 不过就太高就又害怕 现在回吐反而是否一个吸纳的时机呢? 你觉得 首先我觉得那首诗其实就没什么特别的 这只不可能是因为 有很多不同方向可以解读的 其实有很多方向可以解读的 可能是纯粹因为市场又传说 可能有一种特别的富人税 想加进去 特别是针对Tesla的主席身上 所以他会觉得 我有钱而已 有钱跟你要抽我税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为什么我特别有钱 因为你反而要抽我税呢? 他说人类之间 你们就不要自相残杀了 所以可能就是说 美国政府就不要搞我了 就是不要自相残杀了 我觉得这个反而不是重点来的 反而我会觉得就是 昨天我的股价是相对回了 要多一点点这么多 虽然这种3%的回吐 相对近日空旱的升幅 其实就是 空旱的升幅 不值得一提的 不值得一提的回几1% 就是很坦诚说 我们香港的股票 头一秒都可以跌到10% 所以30% 最后是禁天量交易的情况之下 我们支撑了4-5个小时 都只是回30% 其实你倒转 可以说是承接力强的才是跌30% 所以我觉得 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主要就是说 沽售的借口 我觉得主要是几方面 第一就是很多人都会明白 累积的升幅是这么庞大的 有少数的回吐也是很正常的 第二和第三个借口 刚才也说了 就是说又怕抽一些 比较特别的税项 还有Herts那边 突然间又说 合约好像是 不是正式签订了 这些是所谓打击了 稍微市场的情绪 还有就是说 升幅是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那个获利的沽本 肯定是会有的 所以昨天的跌幅 我完全不觉得是什么问题 OK 而我们就是说 Tesla那方面 我会觉得 其实主要最近的 空巷的升幅 我会觉得 与业绩是比较有关系的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有很多不同国家的汽车厂 包括老牌的 和知名的车厂 比如说 本田或者是丰田那些 甚至一些欧洲的车厂 它都有是芯片的问题 以至 那个产能是严重地限制了 但是在Tesla的业绩里面 我们看不到有这个情况 出货量仍然来说 是相对来说 真的做得相对比较好 还有在最后 我觉得有两个很量力的重点就是 第一 它那份业绩所显示 就是第三车历绩 它显示了 那个淨利润率 差不多有10% 如果是有一定的常识的话 会知道 如果以传统汽车厂的角度 其实淨利润率在最好境安时 其实都是去到大约9-12% 但是Tesla 现在都未去到成型的状态 情况之下 有很多一些周边设备的 所谓的 所谓的所谓的项目 其实它现在都未有正式 有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的淨利润率都可以做到 再加上通胀物料高的情况之下 它的淨利润率都可以做到 这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 其实是一个很经验的 所谓的情况 所以 现在Tesla出现了一个很吊跪的现象 就是股价越升 对于PE就出奇地越降低 就是在业绩公布之前 它大概预期的PE是1300倍 就是出了第三季度业绩之后 一拖 就将PE拖到300多倍左右 这个就很唏嘘地 跟我们香港的股票有少少倒转 香港的股票就是很坎坷地 就是股价越跌 对于PE就越高 因为它公布业绩不行 所以在整体业绩的 good performance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是说最后一句就是 现在大家有个常识 就是整体电动车市场 占了燃油车是很低的百分比 如果将来所有国家都取代了 变成电动车的时候 再加上估计Tesla可以侵占市占率 而不是被侵占市占率的情况之下 将来的盈利都可以有一个很夸张 和很广阔的一个空间 是的 我们在谈Tesla的时候 在我们的讨论中 也有投资者发出问题 先回答他 其实他就说 昨天看到Tesla上升到1200美元的时候 就想进去短炒一转 后来就没有 他说怎么看下一站 你觉得会上到多少钱呢 其实我觉得Tesla 其实在近期 升幅由于比较急的关系 所以有一定的后抽回调 也不奇怪 比如说昨天也叫做一个 所谓的后抽 如果你说进一步要回调的话 可能回到四五十元 其实也不是一件难事 但是回完之后 我会觉得那个升浪 可能还继续有些空间可以去 我也会觉得 因为在Federation的角度 其实如果根据PEG 这些市人的增长比较的角度 又未去到太爆标的地步 我会觉得 如果你再升到大概200-300美元 即到大概1400美元 即1400美元 那些价位 就可能开始会有一些 比较重大的回套 是 因为你反向逆推 如果我打比喻 可以去到1400美元的话 我反向逆推 可能是一个多月前的人 其实是800-900美元 那你想想 张森比己 在人性的角度 如果这么短线 是900美元 买回来的 因为很多有钱人买的 这些股票 可能我买到很大 然后突然间 一个多月 就收成了Tesla 之前可能一年都没有的升幅 因为它之前都是橫行的Tesla 是 回调了去打过很久的原盘 是 那别人牛皮了一年 都未必有得如何赚 那我突然间是 吃中了 可能是 由900美元升到1400美元 那可能会有了50%的回报 那张森比己 就走了 那如果每个人都走的话 那就变成了 有一定的股额 就压回来 即你觉得第一个阻力位 大概是1400美元左右 是 我觉得会比较明显的阻力 是 现在入场费那么贵 你觉得它会不会再拆势 其实 过去一年也拆势 我觉得是有需要 也有一些需要 是的 当然 也要提醒大家 其实美股也相对香港 也算是Youserfani很多 因为美股 畢竟是一股一股就买 所以我们就是说 对于港股的股问来说 真心阻力大的股份 以现实来说 就不是Tesla的 反而是比亚迪 是的 因为比亚迪 它是500股 445入 就是10万 10万左右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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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